看你会不会做真剑厨的时候 贵宗是豆米火锅 撒热256 煮皮带都好吃 腊肉豆米的 谈料楼上有的 你照着这个条 胡辣椒一勺半 酸萝卜一勺 土耳根一勺 豆腐煮一勺 蒜水一勺 水豆豉一勺 葱一勺 花椒面 哪个花椒面啊 这个是鸡精少许 这个是花椒面 蚝油少许 香油少许 胖皮一勺 上一次按照人家的调 调的很好吃 香气老板 老板说豆米就是四鸡豆 老四鸡豆 然后泡水 先尝一口汤 一基本是辣 咸 然后真的就是有豆子的味儿 因为我点的是腊肉 这腊肉的味儿非常重 现在尝尝腊肉吧 哦 这个 哦 它这个四鸡豆的意思 不是咱们想的那个格闹 就是云豆 豆芽 腊肉 辣椒 腊肉 腊肉 是没有熏过的 分盖时间不是很长 没有腊肉 我点豆芽菜 多么人 煮的烂烂的 能粘的 这不就是云豆吗 这他们说就是四鸡豆 这豆是煮的 不一点最大 这舌头一面就是泥 主要的味道就是鲜辣 豆芽的味道 然后是腊肉的味道 刚才的小链看见了啊 最后还是 来我把这个配方就是一勺汤 你看看 这个蘸水的味道真的不错 但是好辣 很香 很辣 然后万个的舌尔根的味道 这就好了 这可这锅子直接拌个饭吃也好吃 软烧二十八 小贵子 这和我买的当银食吃那个不一样的 这可是白的没啥味道 砸的也不酥 人家人家拿来涮的 软烧 这都下去吧 牛肉丸 十八块钱八个 这个是板筋 二十八 上面还有个鞍鱿大 还有点淀粉 这是让我自己上将 把鞍鱼拿来 抓不匀啊 我的天哪 板筋这个东西在这边算个特色特点 炒菜也行 做盖饭的 下火锅的 都是它 一锅烂炖的 板筋 这个小料条子还真的好香 之前来做的时候我就说 他们那儿的胡辣椒香 现在晚上没的条是真香的 这种复合的调味不好解释 就是别让我嚼着汁 盖里锅底很香 蘸料很香 锅里的汤很浓郁 对 用于是吃着一口那个 酱油分 我天哪 但是蘸料里不放汁 味儿还不对 好矛盾 蘸粉一定要按照老板 平工的方法去调 平工的不必去调 不错 但我调的有点辣了 在贵州火锅里 蔬菜不小钱的 煎锅火锅里 酸不好喝吃吗 现在煎锅 多浓厚的味道 这薄荷一片远近的清香味 怎么这菜都挺新鲜的啊 很新鲜啊 真的 薄荷的非常非常新鲜 都倍儿挺 我们想要吃火锅 一碗蘸料 后来还端一碗米饭嘛 做了你啊 这真是256 我看了 没有人像我们那样 我们点了很多肉啊什么的 点了很多 人家都点了很少 锅底很香 蘸料很香 就这点玩意儿 它煮根皮带它都好吃 另外一点蔬菜不收钱 蔬菜还真的非常非常幸福 我们刚才商量 如果单单的就是进来 就点一个锅底 吃素菜 吃米饭 米饭也不收钱 锅底有肉啊 我们点这个锅底25块钱一碗 相当不得